古斯认为 引力是在1000亿亿亿亿亿亿亿分之一秒时产生的 随后也是在一个短的令人觉得荒谬的时间内 产生了电磁力 强合力和弱合力 这四种基本力就是物理学的原材料 一刹那的一刹那后 海量的基本粒子诞生了 它们是构成原材料的原材料 于是在突然之间 不计其数的光子 电子 质子 中子 就于虚无中出现了 按照理论的计算 每一种子的数量在10的79次方到10的89次方之间 这是一个大的不得了的数字 我们普通人当然很难理解这种数量的巨大 但我们只要有了以下这样一个概念就足够了 那就是在短短的一瞬间 我们突然就喜获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宇宙 当然这个宇宙到底有多大 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 这个宇宙有序地创造出了恒星星系 以及其他更复杂的系统 上一集说的这一切实在是太完美了 宇宙中的基本常量 只要有一些微小的变化 那么我们的宇宙就会变得完全不同 例如 引力只要稍微再强一点或弱一点 膨胀的速度再稍稍快一点或慢一点 那么就永远不可能产生 稳定的元素组成你我和我们脚下的大地 假如引力稍微强上个几十万分之一 那么我们的宇宙就会像一个失去支撑的帐篷一样 轰然崩塌 当然也就不可能具备现在这样恰到好处的密度和大小 那假如再弱个几十万分之一呢 那么什么都不能结成团块 宇宙将永远成为一个沉闷的稀疏的无尽空间 宇宙的这种完美的精确性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啊 也让人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人们不仅就要问这是为什么了 我们的宇宙常量怎么能够如此完美的恰到好处了呢 现代的物理学家除了用人则原理去解释之外 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了 那什么是人则原理呢 用一句话来说明的话那就是 我们之所以生活在这样一个宇宙中 那是因为只有这个宇宙容许我们存在 这就是人则原理 但是啊 大多数人呢都不会太容易理解这个原理 甚至啊他们会觉得这种解释呢 好像相当的牵强覆毁 这个呢我就需要费一点口舌 我要给你讲解一下 为什么说啊 这种解释并不是一种诡辩的技巧 我们都知道地球距离太阳大约1.5亿千米 刚好位于太阳的宇宙带上 这个距离不远不近 刚好可以使得地球拥有适宜的温度 那如果再远那么一点点就会太冷 所有的水都会结成冰 那如果再近那么一点点呢 那就会太热 所有的水都会蒸发 如果把整个太阳系比喻成一个足球场的大小 你用美工刀在地上划一道线 那这根线的宽度啊 差不多就相当于宜居带的范围 而我们的地球刚好就落在了这个宜居带内 这实在是一个过于完美的巧合 假设整个太阳系 甚至整个银河就只有地球那么一颗行星 那么就会有很多人去深入思考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这中间有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原因呢 但是一旦当我们发现 其实地球并不是唯一的行星 在太阳系中就还有无数个大小兄弟 在银河系中 地外行星那更是非常的普遍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再去追问 为什么地球刚好在宜居带上 就显得很愚蠢了 理由其实很简单 因为一颗行星距离恒星的距离 就是源于历史的偶然而已 行星从最初混沌的一片气体尘埃云中演化出来 这种物理过程遍布整个宇宙 必然会使得有一些行星近一些 有的行星远一些 而1.5亿千米这个数字 并没有什么根本原因可以解释的 正因为地球处在这个距离上 所以才有可能演化出生命 也就才有可能出现了人类来思索 为什么是1.5亿这个数字 而另外还有无数个没有处在宜居带上的行星 他们没有演化出生命而已 人者原理 就好像有一个人中了超级大乐透 如果你一定要去分析 为什么是他中了奖 而不是我中了奖 其实这是徒劳的 也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从更高的一个层面来看 只要买彩票的人足够多 就总会有一个人中奖 不是吗 这并不需要一个原因去解释 有无数个不同性质的宇宙 每个宇宙都有一组不同的物理常量组合 而我们恰好就生活在一个 各种物理性质都允许我们存在的宇宙中 他用一家大服装店来举例说明这个观点 如果服装的数量非常多 那么你就不会惊讶于 刚好有一套合适你的尺码 如果宇宙的数量很多 每一个都有一套不同的物理常量 那么总会有一套数据是适合生命的 而我们恰好就在这样一个之中 所以人则原理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人则 而在于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 并不是一个唯一的宇宙 或许还存在着无数个不同的宇宙 在那些宇宙中可能是有着完全不同的物理规律 物理学家李斯坚信 有六个数字对于我们这个宇宙是至关重要的 无论它们中的哪一个发生一点 哪怕是再细微的变动 万物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例如宇宙的存在依赖于氢聚变成氦的核反应 在这个过程中 大约会有千分之七的质量转变成能量 如果这个数字从0.007变为0.006 那么核聚变就无法发生了 宇宙中除了氢就不会有别的任何元素了 而如果这个数字从0.007变为0.008 那么聚变反应就会太快 宇宙中的氢早就被消耗殆尽了 因此对任何一个数字的微小波动 都会让现在这个适合我们的宇宙不复存在 虽然说 目前看似一切都恰到好处 但从长远来看 我们的宇宙不可能是一个稳恒态的宇宙 这个宇宙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宇宙也一定会发生演化 宇宙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 宇宙的最终命运 取决于宇宙间所有物质的质量和能量的平均密度 如果这个密度超过了一个预值 说明宇宙空间是弯曲的 它最终会阻止宇宙的膨胀 并把宇宙拉回成收缩状态 最后再次踏收为一个起点 于是一个新的循环就会重新开始 当然也许这个密度值太小 于是我们的宇宙将会膨胀的越来越快 最终所有的物质都会被在基本粒子层面上 被彻底的扯碎 每一个基本粒子互相远离的速度 都将超过光速 宇宙将变得无比空旷 毫无生气 还有第三种意见 认为这个平均密度刚好是一个完美的数值 使得我们的宇宙从空间曲率的角度来看 是完全平坦的 这样的宇宙会平稳地存在很久很久 直到宇宙中所有的恒星全部燃烧完毕 整个宇宙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主宰下 最终达到了热平衡 也就是伤值最大 这个又被称为宇宙的热剂 宇宙学家有时会开玩笑地把这个称为金霸女郎效应 也就是全身上下没有任何缺点的意思 这三种宇宙形态就被称为 闭合宇宙、开放宇宙和扁平宇宙 几十年来天文学家们一直在精心地测量 目前虽然还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结论 但是一颗接一颗的卫星和太空望远镜上天 把我们对宇宙的平均智能密度的测量精度 推向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 让科学家们越来越确信 宇宙的曲率不多不少 恰好就是零 讲到这里 我估计很多人头脑中都会浮现出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走到宇宙的边缘会发生什么呢 像那幅画里的人那样 把头伸出天幕又会看到什么呢 如果天幕之外不再是宇宙 我们的头还存在吗 在天文史上有一幅著名的版画 画上有一个人就好奇地把头伸出最满星星的天幕 一窥后面由上帝制造的复杂的机械系统 这代表着牛顿时代的宇宙观 可是答案可能会令你失望 实际上没有人可以到达宇宙的边缘 不是因为要花的时间太长 当然也确实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而是因为即便你坚持不懈地朝一个方向一直走下去走下去 你也永远到不了边界 哪怕你能够以光速旅行 你也永远赶不上那些正在远离我们而去的星系 因为有无数的星系 它们的退行速度已经超过了光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什么错 因为你可能听说 相对论规定了宇宙中任何物体的运动速度不能超过光速 实际上相对论规定的是 宇宙中任何信息和能量的传播速度无法超过光速 星系的退行速度是一种式运动 它并不受相对论法则的约束完全可以超过光速 关于相对论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 宇宙的膨胀其实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难于理解的事情 宇宙学家们至今也还在争论不休呢 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诺贝尔奖获得者史蒂文·温伯格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 太阳系和星系都没有膨胀 空间本身其实也没有膨胀 它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说我们观察到的是所有星系都在互相彼此远离 仅此而已 但这到底是不是膨胀 它说它也不知道 我只能说对于宇宙学了解的越多 我越加感到疲惑 我只想说它确实挑战了我的理解能力极限 生物学家霍尔丹有过一句名言 宇宙不仅比我们想象的要奇怪 而且比我们可能想象的还要奇怪 因为宇宙没有边所以也就没有中心 你永远也不可能站在某处说 这是一切的起点一切的中心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你又可以说任何地方都是宇宙的中心 这两种看法都难以用数学的方法证明 这个观点就是宇宙学第一原理 宇宙对于在任意地点的观察者来说 都是平等的 这个观点可能是迄今为止在宇宙学研究中 最没有争议的一个观点了 我们已经知道宇宙的年龄大约是138亿年 那么人类所能认知的宇宙 它的尺度就是并不仅仅是光在138亿年中走过的距离 因为138亿年前的光在出发以后宇宙一直在膨胀 所以我们平常所说的可观宇宙的尺度 还得考虑到宇宙膨胀出来的那些额外的空间大小 这就好像我们走在机场的自动人行步道上 我们走过的距离不仅仅要考虑我们的步行速度 还得算上人行步道自身的行径速度 根据目前已知的各种观测参数 宇宙学家们计算出来 可观宇宙的大小大约是直径930亿光年左右的一个球 大多数的宇宙学理论都认为 整个宇宙其实要大的多的多 那到底有多大呢 则有太多的争论了 我们把可观宇宙和它之外的不可见宇宙统称为元宇宙 天文学家李斯认为 元宇宙的大小如果用光年数来表示的话 不是十个零 不是一百个零 而是上百万个零 其实我是想告诉大家 我们已知的这个宇宙的空间 已经足够大到超乎你的想象力了 你根本不必再劳神去想宇宙之外是什么的问题了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 大爆炸理论中始终有一个未解之谜困扰着人们 也就是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会产生生命 我们之前曾经说过大爆炸产生了宇宙中98%的物质 但这些物质中只有三种氢元素 氢、氦和氯 构成生命至关重要的重元素 也就是碳、氮、氧等等 却没有生成出哪怕是一个粒子 好了 难点出现了 要产生重元素必须具备大爆炸那样的温度和压力 可大爆炸只发生了一次 而且没有生成重元素 那这些重元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有意思的是 找到这个答案的 却是一个压根就瞧不起大爆炸理论的人 也正是他首次使用了大爆炸这个词 不过他的本意是用来挖苦这个理论的 我们后面很快就会谈论到他 但是在此之前 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 花几分钟的时间来认识一下 我们赖以生存的太阳气 送红包不如送知识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赶紧分享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